登录算是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点 就在sero端 比较核心的一个部分 我们其实之前已经讲过有关登的这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在之前讲对接数据库的时候 讲接口的时候 我们如何先插入一个博客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作者的名字对吧 你没有登录你就没有作者的名字 所以说这个功能实现不了 还有那个删除博客的时候呢 我们也需要针对作者的能力进行验证 如果你没有登录 我不知道删除谁的 我也实现不了 包括我们接下来接下来做那个管理中心的页面 管理中心嘛 肯定就是管理自己的 你要是管理自己的 你得登录啊 你要是不登录 那我知道管理谁的 所以说这些功能都实现不了 我们就讲一下这个登录 到底该怎么做 登录呢 我们之前在那个技术方案的一块说过 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通用的一个方案的 所以说我们根本不用设计 我们只需要学习人家已有的一个经验就好了 OK 那我们北战的核心以及目标的 就是登录交验和登录信息存储 登录交验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要进入管理中心 必须要登录 如果不登录 这个操作我就不让你做 这是一步 就是说进入管理中心 然后博客的删除 博客的更新 以及博客的那个新增 必须要登录 这一步要先验证 过之后才能进行操作 第二个呢 就是登录信息的存储 所谓登录信息的存储呢 就是说我这个登录信息里面要存储什么 要存储用户名 或者说用户的一个中文姓名 你还可以自己去存储其他的信息 这个我们后面会演示 就是它不仅仅是存储用户名的 这个看你自己又觉得有个后期的扩展 有了这个登录信息存储之后 我们在新建博客的时候 包括比如说删除博客 更新博客 包括进入管理界面的时候 你就知道当前的这个登录用户是谁了 对吧 已经存储下来的 不存储的话 你不知道是谁 所以说就可以进行下部操作了 所以说这两块是我们的核心 也是我们本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力气来解决的一个问题 再说明一点 就是为何只讲登录不讲注册 因为在传统的网站中 所谓传统的网站就是在大概四五年 甚至六七年之前的那些网站 他们都有注册 都有登录 还有注销 但是我们这只讲登录不讲注册 为什么呢 因为注册呀 说白了和那个创建博客是一样的 创建博客是你输入标题 输入内容 然后插入数据库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 注册是什么呢 注册不就是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然后提交一下 然后插入数据库 然后回来再重新登录嘛 所以说注册的东西没有难度 登录它是有一点难度的 就是你可以看看本章的章节 以及本章所花的时间就能看出来 登录是有难度的 另外一个问题呢 注册现在这个场景啊 就是输入用户名输入密码 或者说输入邮箱输入密码 然后注册 这种方式基本上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注册基本上是通过 比如说短信验证码 微信那个统一账号的登录 微信扫码登录等等这些 以及包括那些大厂啊 就是比如说像BAT这种公司 他们都有专门的团队 去维护这种统一账户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注册那种基本的注册 大家学其实意义也不大 因为学出来之后 也就是跟那个新建博客 基本上是技术点是一样的 所以说那种传用的方式呢 我们就不讲了 但是这种现在的方式呢 比如说采用微信验证登录啊 采用那个短信验证码 这块又比较分散 以及和我们可能的目标呢 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没法把它统一 放在这里面来讲 有机会我们会专门分享 这些怎么去通过 借助一些现在的设备 去注册的一些方式 这儿我们就先不说 但是呢登录 它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就是登录的这个解决方案 它永远过时不了啊 就是至少当前看来啊 当前看来 以及未来几年内 它都不会过时 依然会使用我们本章 所讲的一些技术点去登录啊 特别是这个WebSR段 好那我们本章的一个 目录和核心点吧 第一个是我们要讲一下 Cookie和Session Cookie呢 这个如果你是前程同学呢 应该是比较了解的啊 在6.7中 你也同时会接触 Cookie就是能实现登录的 一个基础 这个可能大家不知道 只知道Cookie 可以临时存储一些信息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Cookie是实现登录的 一个必要的一个基础 第二个就是Session Session如果是了解 一点服务的同学呢 应该能听过这个名字啊 Session是我们实现登录的 目前的一个 统一的解决方案 所以说我们本章就重点讲 怎么通过Cookie去实现登录 以及怎么通过这个Session呢 去把这个整个登录流程 跑起来 然后呢就是Session有了之后 我们再把Session写Redis Redis呢是一个 所有端可以说 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工具 很好用的工具 很常用的工具 它是一个内存数据库 我们上一章讲那个MySQL 它是个硬盘数据库 Redis呢是个内存数据库 它用来存储Session 至于说Session为什么 要算在Redis中 这个我们到时会详细的来讲 然后呢就是开发登录功能 和前段连条 连条的时候呢我们会涉及到 这个Endings的反向代理的配置 因为它Session端和前端 我们现在是分开开发的对吧 分开开发的 然后我们只管开发Session端 然后前端呢 然后假设不是我们自己开发 是另外的一个团队开发 连条的时候呢 就需要通过Endings做反向代理 至于为什么要做反向代理 以及Endings怎么去做反向代理 这个我们后面会详细的来说 这就是我们本章的一个目标范围 以及我们接下来要讲的 一些核心的一些技术点 先做一个简单的开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